葉璇這天來到電台接受訪問 提到曾經合作過很多次的好拍檔 馬國鳴終於贏到時帝 葉璇也很替對方高興 他實至名貴 很替他開心 他是很沉穩 很成熟 很有知識的男生 男演員中他學力很高 所以當時我們也很談得來 到這麼多年他發展得這麼好 他還自爆對方是自己的理想對象 大家現在都擔心 不知道會不會有發展機會呢 我想他不乏追求者 說到我流口水 見到馬明流口水 馬明你見到我為你流口水 馬明 他是不是我的類型 我想他很多人的類型 肯定也是 他是很好的 小時候不懂珍惜 開玩笑 沒有來往過 只是合作過 他現在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們城區移入 不太好 另外早前葉璇 就送了水仙頭給好友汪凱林 誰知就差點搞出人命 我獨獨暈了他整家人 哪有人拿水仙花去吃 當然 因為那個工人以為是水仙花牌的八盒 以為是八盒 幸好他們吃得不多 他太太喝了一口 覺得太苦了 就不好吃 幸好 現在小仙女可以笑 否則哪有人笑得出 嚇死我 被謀才開名 讀到他全家 考慮啊 似乎 they 都 LIKE 真的很可憐 sk blond